欢迎收看1600股民开讲 我是陈明君 今天对电子股 手握电子股的小股东们来说 是一个黑色星期五 但手上抱有传产的股民们 这个礼拜应该笑得还蛮开心的 今天盘面上两大族群走势最疯狂 本土病例破千了 快筛国家队一档档的工奖亭 另外一个就是食品股 今天都大涨 为什么进行黄小玉 涨势是非常的飘悍 食品股当中的艾之卫 开出了涨价第一枪 今天一二类股的食品类股 都是跟着大涨走洋 士郡老师说 第二季还是传产的天下 航海王钢铁人 有没有机会复制去年第二季 五月份以后的大涨走势呢 请教我翁士郡老师 士郡老师好 明君五安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五安 因为大家一定还记得 我们古民开会讲的蓝灯耀老师 在这个礼拜二领先市场 发现了大户早就在布局食品股了 今天就反映了 泰山攻上了掌停板 今天之后蓝老师 和我老师会暂时的休息 蓝老师要带来压箱宝 告诉股民们 还有哪一些族群 大户在仙人指路了 请教蓝灯耀老师 蓝老师好 所有的股民们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士郡想请教你 这个礼拜五 今天总是让股民们 真的是哀声叹气 为什么 因为昨天台积电的法说会 公布的内容非常非常的漂亮 第二季还是成长 但是为什么 今天台积电没涨就算了 这资金也没有让给其他电子股 电子股 这个兵败如山倒 全部都是向下大跌破底的 那钱跑到哪去呢 传产类股 轮到钢铁 轮到航运还不够 还轮到了食品股 你怎么看 在台积电法说会行情失灵之后 难道第二季电子股 真的要稍微的休息了吗 目前看来是 说今天虽然跌了这么惨 不过其实传产股还是表现相当不错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说 资金稍微做一个移转 有可能稍微挪一点到传产 电子就比较弱嘛 你可能会有一些停损或是套劳 就适当的稍微换股会比较好一点 等到什么情况发生 因为昨天台积电法说完 我们也是看得还不错嘛 可是也不敢说今天涨 因为还是要看ADR表现 就ADR跌了3% 然后非半破底 非半破底 那主要你看一下这个 美国实践机公债 它突破了2.8% 所以代表说 这些高科技股当然会有一点 有点危险 所以说非半重挫 我们就是观察台积电 台积电如果不涨 其他电子股就稍微比较落实 因为台积电它讲到说 消费型电子这一块 手机NB可能稍微落实一点 台股大部分都电子股 没办法 那就无法避免这种下跌的风险 所以说除非看到台积电 它能做一个反弹 回到月线之上 其他电子股才会做跟上 不过今天的传山股倒是蛮强的 今天强势族群在食品 然后航运 防疫 今天本府破迁了很可怕 大家还是不要乱跑 然后绿电政策 所以这个礼拜我们就 下礼拜我们先观察几个重点 像支撑 像这个红可以支撑 今天居然破了 不过不用担心 下礼拜应该不会大跌 为什么 因为今天晚上美股不开盘 耶稣受难日 今天的废半不会破跌 所以下礼拜应该不会跌 但至少也不会大涨吧 也不会大涨 对 等一下下礼拜看一下 好 那这个170 80最好下周要拼站回 因为这个基本上不能破 或者是有点偏弱 下礼拜 礼拜一礼拜来看人会把它站回来 没有离很远 有机会 年线还是压力 我们这礼拜一直跟大家讲 年线如果没办法站回 大家是不会有什么信心的 所以你持股还是要稍微做点解码 好 所以台积电法说后不涨 所以传产目前还是优于电子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法的买卖超 外资大卖212亿 那可能会卖一些电子股 好 那期货的话 昨天有观察到外资期货的架空 对 所以对行情造成一些压力 今天又架空了 今天空单又变成8000多口了 所以代表说外资是稍微看保守一点 好 那看一下 士俊老师认为第二季 因为台积电如果不指纹反弹的话 电子股行情可能要稍微打个问号 传产股依然是第二季的主流吗 我们从钢铁股来观察 中钢也是跟进合进钢厂调涨了盘价 所以钢铁股依然有风 但今天是动到了什么 航运股还有散装 因为BDI指数终于不跌了 运价如果慢慢回稳的话 航运股去年第二季 我们都有攻逢其胜 这个航海王这一大波的行情 这一次有机会复制贴上吗 好 我们先来观察一下去年 其实为什么说第二季 传产股比较容易涨 主要是第二季电子股都比较弱 五穹六绝七上吊 五穹六绝对 其实去年第二季可以发现到 先涨钢铁嘛 我们这是月线 这是中钢我们看月线 这是去年三月 你看这残虹K 所以去年三月是涨钢铁 然后去年 去年四月更正一下 然后去年四五六月 其实就是航海王最强的时候 你看这月K嘛 四五六月都涨 其实去年四五六月航空也有涨 去年的五月有拉出来 那因为十一月的时候又再继续涨 所以可以发现到去年第二季 真的就是涨传产 所以也不要说最近电子比较弱 就比较觉得很可惜 那其实本来就是第二季 电子股就是淡季 所以既然资金都在传产股的话 那我们就要挑几档股票 就是说营收相当不错 最近也有量 然后法人也有买的股票 稍微挑出来看一下 你最近就是资金可以轮流布局 因为你可以抽一点电子的资金出来 然后在一些像是航空 食品 货柜 散装 或是钢铁 这边轮流操作 哪一档涨太多了 跟月线管理太大 你就把它卖掉 然后转到其他比较低级期的 传产资金轮动 对 轮动 然后比如说像最近 前几天比较强的是航空 滑航 你看最近外资跟投信都买蛮多的 我们统计到昨天为止 最近五天 像食品股也蛮强的 虽然说法人没有买 可是今天福寿工要涨停板 货柜像是长龙 慧阳 最近法人都有买 钢铁也是 钢铁也是最近法人都有买 好 那我们机长个股来观察 首先看到的是 我们礼拜一的时候 老师就领先提醒大家 这个除了是食品股之外 它还有肥料 饲料的特别 就是1219的福寿 对 那其实 昨天农委会主委说 这个粮食危机是最近是 应该是最危险的就是今年的 因为都好贵喔 对 黄晓玉飙涨 接下来涨什么 涨鸡肉 吃黄晓玉的这些动物 今天一二开头都突然飙涨 所以有时候 我们可以提前去发掘 其实礼拜一的时候 福寿它就冲上一根掌停板 我们就有先领先 市场先看到 然后就是跟大家讲说 其实它也是农粮概念股 也是食品概念股 那如果说又再冲起来 代表说最近的资金可能会往 这些食品概念股抛 好 那其实涨价的高峰 不管是猪肉 鸡肉 那些大概涨价的高峰 会到中元节到端午节的时候 中元端午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这个食品股 还是可以多留意 端午节到中元大概是可能要 七八月份了 对 还是可以多留意 因为现在的话 你看福寿三月份的营收 也是历史新高 我们那时候是从营收创新高的 股票去抓出来的 它的气冷机其实 也有打到迦勒福跟莱尔富 那是谢政武代言的 我记得 还是可以多留意 好 那再像华航的话 我觉得这两天稍微震荡一点 我觉得拉回还是可以多做留意 可是法人还是买 对 法人还是买 其实最重要就是这个边境松绑 年底的话 年底前客运会复苏 所以这个题材还在的话 这个航空股拉回 我觉得它都可以做提借 有邻近的国家已经宣布 要跟疫情共存了 希望可以回复到这个封城之前的生活 那航运股的部分 长榮感觉今天又有转强的味道 对 那我们长榮的话 就先观察运价指数 对 那我刚刚查了一下最新的是 小跌35点 小跌而已 跌幅缩小 慢慢缩小当中 虽然连13跌 对 但是这个SCFI运价指数有小跌 我刚刚看一下是跌了0.08% 那真的很少 我是手计算一下 不用等新闻 我先帮大家看好了 跌幅有缩小 因为中国封城的关系或可能 都堆在码头 都堆在那边了 至少说慢慢的解封 不可能封那么久吧 慢慢的解封 我觉得这运价指数应该 4月底之后就会开始反弹 好 所以长榮的话可以多留意 跟那运价来做 股价来看就是台华投控 买在128.5 对 所以说靠近130那边 我觉得都可以多做留意 好 那长上来的话 大概长1k2分之1 好 是一个压力 好的 好 那会昂KY的话 BDI 先谈了 昨天终于大反弹 太好了 尤其谈最多的是BPI 对 BPI 巴拉玛指数 好 那会昂KY 比较多就是中型船跟小型船 所以我觉得它会最受惠 今天盘中突然急大 涨了9% 对 所以快要逼近这个压力区 今天长势比我想象中来得还快 对 所以运价回升 真的它的骨架反应就很激烈 对 所以说也可以期待说 长龙后面会不会有这个涨势 好 那至少说会昂KY先涨起来 散装可以多留意 多看报价 假如说BDI续坛 我觉得这个散装也可以多留意 好 钢铁骨 好 最后看一下钢铁骨 那钢铁骨是先涨在前 那这两天多做休息 那比如说做特殊缸的龙缸 然后不锈缸的大乘缸 假如说这两 上半座先涨 拉回到支撑区可能五日线附近 先不要去追 对 先不要去追 五日线附近 五日线先不要追 应该是说等拉回到五日线附近 在座部署 好 五日线附近呢 在座部署 是钢铁骨能可以切入的十几点 第二季钢铁的行情 应该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对 然后这位党各位看一下 哇 这个单日确诊人数破迁 政府要征收四千万剂的快筛试剂 相关的快筛试剂 其实说真的要爆进 爆起来心脏要很强 老师怎么看 对 我觉得大家可以切着题材面 去做选股 因为我们昨天叫大家是利用 大户筹码教学选股 我们举例说法人 融资 融卷 大户筹码 刚好这档股票 昨天三个都符合 第一个 昨天外资大买 第二个 昨天融卷突然大增 融卷大增 然后再来 这一波的大户持股 它是完全没走 800张以上的越来越多人 所以都符合条件 你早上可以去抢个短多 所以说你可以利用 我们教你的这三个步骤 去选股 然后抢个短多 今天就冲涨 前波大量 黑黑也突破了 这可以做短多 所以大家可以学习这个方法 然后之后去做选股 短线进出就OK了 好 现在毕竟资金就有一套 量少 短线进出 抓到了强势股的话 就可以赚一点点的红包财 关于更多大户筹码的掌握 对各股的应用的话 可以参考画面上面 是俊老师的QR Code 手来下QR Code 老师在LINE里面有很多的功课 跟资料来跟大家分享了 好 这下礼拜要先暂时休息了 哪一些关盘重点要来提醒大家呢 下礼拜就看不到我了 所以说大家如果觉得说 最近行情当然是上上下下的 我们推荐的股票 有些电子股比较弱势 那你可以说砍掉 然后做换股 有些比较强势的 那你可以续续报 那之后你说 还想关注我们的讯息 建议大家先加入这个LINE 小小鼠打WMG888 或是你用手机拍这个QR Code 好 然后我们会在LINE 里面分享第一个筹码大解密 昨天没有收到的 我们会继续再PO 然后会PO一些我们看好的个股 好 然后我们每天都会做盘后直播 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短嘛 我们直播时间就会拉长了 到半小时左右 然后个股的研究报告 每个礼拜都会写 最后就是每天早上我们都会写早报 今天行情都会做个预测 对 这是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做的事情 所以说这个都会分享在我的LINE 然后大家就可以扫一下 那祝福大家周末愉快 好 那下周的关盘重点呢 几个重点提醒一下 好 年限有压力 那下周要站回170 80 短线还是先做传产 会比电子股好一点 那除非台积电站回年限 对 好 以上是士俊老师 今天针对整体大盘呢 跟怎么运用大户筹码操作 所做的建议咯 好 大户筹码操作呢 如果说你跟着大户走 在股价还没发动前线布局的话 真的可以享受到甜美的果实 这个礼拜 蓝丹雅老师 好几档个股呢 都印证了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了 还有没有什么遗珠之汗 还有什么呢 蒙成的珍珠 大家还没有发现呢 大户已经先卡位了 你可以跟他一起来上车吗 广告回来锁定1600股民开价 欢迎回到1600股民开价 掌握大户筹码 在航情震荡的时候呢 真的可以比较安心哦 看到一档个股 最近国内的疫情持续的升温呢 可是呢 你要学会与病毒共存嘛 怎么样呢 要筛检出阴性阳性 才可以看你要不要隔离 那快筛世纪呢 就应用大爆发 快筛世纪四千万剂 让好多的快筛类股 都冲出去了 可是有档个股 它走得不太慢 但今天它表态了 就是有大户加持的保龄附警 是的 这一档个股呢 其实基本上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在上个礼拜五 就有把这样的一档个股 公开在这个节目的里面 那一天的时候 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大概在这个 来 对 大概在这个地方 对 这边 也就是从这个地方起 你们就会知道这档股票 100块左右 对 然后你看今天 12345 礼拜四跟礼拜五 全部都是涨停板 所以其实有在看 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 可能在这个礼拜的大盘 稍微比较震荡了一点点 但是我们这边的朋友 他可能会觉得说 在这个礼拜的大盘 是不是涨了1000点 他会觉得说 我们这边的股票 坦白讲真的都还蛮强的 那我为什么会选到这档 这样的一档股票 一般人可能会看到说 哇 这档个股能够买吗 在这一天的时候 是一根超级长黑棒 对 他会觉得 创高之后 反而是打到了跌停板 然后就顺 这档个股就 因为这根的长黑棒 就往下压了一点点 所以一般人看到这样的架构 会觉得这种股票是不能买的 但是我看到的不一样 我看到的是在关键大户的这个地方 这档个股即便有压回 但是在这个地方怎么样 人家是买的非常非常的多 并且即便有拉回 照你来讲的话 这档个股 如果他未来他不会再涨了 人家会跑 但问题是他根本就没有跑 代表说他对于他未来的看法 会是非常非常的正面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 哇 在这个地方 今天的确诊人数大概是1200 大概到礼拜六或礼拜日的时候 有可能会来到1500 那如果说可能 如果像这样来发展的话 基本上是挡不住了 会不会跟香港跟上海一样 如果达到2万人一天的话 那这4千万计是有够的吗 可能就不够了 那如果不够的话 他是不是就要往 再往上去追加 那如果再追加的话 对于我们1760的保龄附警来看的话 绝对是个非常非常正面的帮助 那这个部分呢 他分到的一个月是300万计 300万计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档个股他过往一个月 他大概可以赚1亿左右 一点多亿 但是这300万计 一计给他乘150 也就是他对于这档个股 未来一个月 他可以多赚了4.5亿 也就是从原本的1亿 多了4.5亿 这是一个爆发性的成长 而且是一定会政府收的 一定会政府收的 并且可能还不够 所以就财报的部分 这档个股当然就是 满值得就是去期待的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从周K的部分来看 其实它底部也是打得非常非常漂亮 到了这个礼拜 这个平台区整理了那么久 它越过去了 就代表说从这个礼拜起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架构 所以对于未来的看法 我们一样就是非常非常的正面 好 那除了政策加持的 在这个快筛族群 本周表现非常强势之外 而今天冲出去的是 3708的上尾头控 他之前就一直默默地涨 那今天就是大涨的表态 一样是有绿电 政府推动绿电的这个题材来发动 对 我们那时候就在节目 跟大家讲说 其实在绿能的部分 除了太阳能之外 你们一定要看的就是风力的这一块 因为在太阳能的部分 它的转弯率是25个百分点 风力比较好 对 在风力发电的部分 是45个百分点 所以在极短线上面 风力的股票一定会比较强 但问题是你们要注意的 其实在太阳能的这个地方 可能在近两个礼拜 它稍微少 可能没有动 但是就我看到的筹码的部分 很强 它开始不一样了 对 所以将来要怎么办 因为我也是在节目上到今天 对 那未来这个太阳能该如何来追踪 其实在我未来的这个Light 8 里面的直播 我也会跟大家做报告 所以你们不用怕 好 那这两个股一样 在它横盘整理的时候 关键大户的部分 它可以说是拼命在买 拼命在买就一定有原因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 你看到了今天 直接攻到了涨停板 又创下了波段新高 所以你就低低的买嘛 对不对 买完之后 稍微震荡之后它就创高 但当你的获利跟成本 被拉开之后呢 其实未来 你在报这档股票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非常非常顺利 因为其实做股票 我们不要赚那个10% 15% 也不要说一档个股你不敢压 我们要的是什么 你从头报到最后嘛 那你如何能够从头报到最后 你买的进场点要够漂亮 如果你买的是 对 当整个市场都在讲这档股票 你去追的时候 可能你会去追高 是 极端线上面可能会被洗下车 未来它在涨的时候 你可能不玩了 对 但是如果你买在相对低档的时候 当它突然之间你就赚钱了 它在上面震荡 你就不会怕 你一样抱得住 那整个大破端 你就可以赚得到 好 另外一档也是 风力发电相关的9958 十几缸 对 十几缸一样 在横盘整理了这么久 我们就跟你讲 风力绝对是未来 所以在它 在昨天的时候就创新高 今天又再来一个 今天的大盘是大跌的300点 但是这种股票 只要你选对 它一样是有 真的是 是有办法可以在 创新高的 对 那这个食品类股呢 就是蓝老师 利用大户筹码来观察 在这个还没有到达忘记的时候 为什么大户一直买 就是有猫腻吗 对 就一定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在这个节目 就把这两档的个股 就是有公开出来 那个时候有 记得在Lineat里面 有非常多人问说 蓝老师 这个时候讲泰山 讲这些食品股 会不会太早 对啊 有恰当吗 就是这些个股会涨吗 怎么会在节目里面 讲这些股票 但是我不管 就是一些相关的新闻面 其实对我来讲 其实是不重要的 因为大户有买 未来的新闻面 它就会慢慢的出来的 如果你看新闻 做股票一定会赔啦 对啊 像譬如这两档个股 今天都公到了涨0百 对 你要今天去追股票吗 也不用嘛 今天有出新闻了 在这个 可能未来的原物料的部分 会涨价 包括了肌肉什么的 未来它都要开 它的价格要开始上涨 但是你到了今天 你看到新闻 你才去追的话 基本上 你就会追在相对高点的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在上个礼拜五 就跟你讲了 它都还没有上涨 甚至有拉回的时候 你借由大户的筹码去看它 那你就会知道说 哇 这个地方 真的是蛮特别的 我们在上个礼拜 还跟你讲说 这边买了那么多 结果却少了一个人 代表它的筹码越来越集中 对 那一定是有原因的嘛 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档个股 其实相对来讲 你可能会觉得今天 蓝老师这两档个股 是不是有爆大量 但问题是你看 跟去年的这个时候来比的话 根本量能就还不大 就还不大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量能 都还是蛮健康的 从底部出汗之间的爆大量 我觉得往前波的高点来看 都会是有机会的 好 另外在节目当中 我们一直帮大家追踪 散庄族群老师 又一直看好的是慧阳 KY 对 慧阳 那这档个股 我们在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你看 这个是关键大户的部分 你看 这边持股 跟去年七月份过来相比的话 反而是更多了 更多的情况下 就代表说 这一些人他买的是 比去年的状况要来得更多 可是他的股 价在我们跟大家讲的时候 根本就还没有涨到 那照理来讲的话 持股比较多 它的价格应该要比 去年的高点要来得更高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有这样的想法 即便它在震荡的时候 根本就怎么样 根本就不用卖 因为这些最关键的筹码 根本就还没有跑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如果往这边来走的话 其实是蛮合理的 好 那钢铁股当中 最近的指标个股 就是1605的华信 如果说有加露丹老师的Light Act的话 可能在礼拜一的时候 就已经跟大家推荐这档个股 可以留意了 连续涨了四根了 老师还可以追吗 还是说其实 找其他的钢铁相关个股 会更安全 其实这一档个股 像我们在节目里面 除了有帮大家有选股 有方法之外 我们还要跟大家讲说 一档个股应该如何买跟如何卖 那就是我对于这个操作股票的方法 也在这个节目里面 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 那这档个股已经涨了1 2 3 是四根非常大的红黑棒 那未来应该怎么办 在这边当然是不要追的 你要等拉回 那第一个 MACD的这个地方呢 它的柱状体 基本上你跟过往来比的话 它从来没有这么长过 就代表说它这一波是长真的 就代表它这一波是长真的 但是你也要注意的 未来它如果说 当股价在创高的时候 但是MACD不再创高的时候 极端线上面有可能叫做背底 所以在那个地方可能 你就可以稍微做一个减码的动作 那如果说你有 你的部位可能有变得比较少的话 那未来就是防守这条13日线 只要没有破之前 剩余的部位你就虚报 好 这个是蓝老师操作的建议 那一样是有大户筹码 在这个布局的是2634的汉翔 和5009的荣钢 一样这档个股也是我们在讲的时候 也没有人在讲它 那一样在这个地方 它的量能稍微比较大了一点 那还可不可以报 一样就是看MACD的部分 你看柱状体它在这个地方 你看在过往的时候 它从来没有这么高过 代表说它这一波在 过往是长假的 但这一波是长真的 那你就要注意的 MACD如果将来它一样是 当价格在创新高 但是MACD没有办法创新高的时候 你可能在极短线上面 你就要做一个减码的动作 那在5009的荣钢的部分 它也是有这个状况 那近期的量能 虽然一般人可能会觉得 稍微比较大的一点点 但是跟过往来比的话 其实坦白讲量能也不是那么样的大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买的 那你就不要去追 但你如果有的话 你就防守13日线 好 防守最近 这个涨得很急的标股 就是提醒大家 因为行情震盪不要追 但是如果有的人怎么防守呢 老老师建议的是13日线 不要跌破的话都可以续报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大户筹码真的 对于这个投资股票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 好多的个股 这个礼拜都冲出去了 老师还有没有什么 大户也在布局的个股 还没有发动的呢 好 有一档个股 是我觉得蛮特别的 我们在这个节目 在近两个礼拜 跟大家讲了非常非常多的股票 那也都是一档 接着一档去网上标了 那这一档个股蛮特别的 你看我们在节目跟大家说了 一档个股你要抢 你一定要比大盘要来得更强 这档个股它都没有跌 而且这一档个股 是大家都不知道了 隐藏版的绿能相关概念股 你看在它还没有涨的时候 人家他是不是拼命在买 拼命在买 所以代表说这一档个股 已经有人先买来放 未来就有机会会发动 扫一下老师的QR Code 老师我们20秒时间 下周的关盘重点 还有Lite 里面有什么讯息 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 好的 除了刚刚的 那机场个股 你们要知道的话 我们会放在Lite 8的里面之外 今天会在 因为有非常多人问蓝老师说 在筹码的这部分 应该如何来学习 如何来运用 所以我们就把筹码的 如何运用 把它放在这个Lite 8的首页上面 那因为我们下个礼拜就不在了 是暂时休息 所以在梅银谷这部分 记得我们在这个礼拜 跟大家讲的重要的关键点 会一定要